近来在中东先起的民主浪潮 引发了激烈冲突 使得根深帝国的旧体制迅速改变 其实在世界上的许多其他角落 体制也在改变 但是是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在进行 比方说在中国 年轻的领导人 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 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引起了关注 她就是两年前 以19岁的年纪当选村主任 而轰动一时的白衣童 两年后的现在 让我们再一次拜访她的小村庄 在共产英雄的少像包围下 白衣童的心脏蓬蓬条 她的政治偶像是谁 毛主席 但毫无疑问的 白衣童可不只是个寻常的中共官员 她是女性 今年只有21岁 她热爱体育明星 比如打篮球的Kobe Bryant 她是Michael Jackson的粉丝 她爱看卡通片 一有机会她就练习英语 而最大的不同 她是直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 是的 选举 两年前才刚刚19岁时 她被中国陕西省高捷村的村民 一致投票选为村主任 她的当选是中国已经被准许的 村籍民主的一部分 当选村官的可能会更多一些了 因为中俄 像这样 庆祝农历新年的游行活动 是白衣童亲近村民的机会 她和当地人开玩笑 还婴儿亲吻 甚至站到舞台上去唱歌 这种新鲜 年轻的个人风格 两年前在这里 使她赢得了当地一千多张选票 这是她当选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 白衣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 在当地颇有势力的家庭 她在大都市长大 为了选举搬回农村的老家 农村环境让她很震惊 时间一长可能就适应了 农村的饭也不好吃 后来就是被饿了好几天 才觉得那个饭还好吃 她承诺让村民脱贫致富 村里现在由她管理的工厂 生产红枣产品 凭借她父亲的钱 她已经铺平了一条道路 还打算建造一个新村庄广场 她的父亲鼓励她去从政 以后要选总统吗 这个我们现在没有考虑 但是如果国家脱国 脱国要奏效这个 脱国以后 或者不奏效美国 她的名气肯定是越来越大 她得到来自全中国各地 粉丝的信件 还有一些单身男子的求婚 甚至来自美国的邮件 她也承认当村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这个年轻的女孩 对她自己和中国的民主都有远大的期望 她愿意做些牺牲 她明年还要再次出马竞选 看看这些农村里贫穷的年老的面孔 这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当今中国的面貌 他们当然不像白衣桶 问题是白衣桶可能代表中国未来的面貌吗 在这里我们没有答案 白衣桶的当选 两年前在中国各地 曾引起轰动和广泛的争议 两年后的现在 白衣桶现象仍然值得持续关注 白衣桶